北京 好了 我们到中东去看一下 中东 印度有两种乐器 特别是他们的 他们国家的魂 一个叫西塔尔琴 一个叫塔巴拉古 我用一个琵琶表现两个乐器 日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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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日本了 西班牙有一种响板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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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响板 那么到了欧美呢 有一种刚才我们听到古典吉他 古典吉他 民谣吉他 电吉他 朝中音乐 含压细水 他往上拐的 到我们老家安徽是往下拐了 为什么跟方言有关系 我们讲北京 上海 安徽话是北京 上海 你看他往下走的 你看黄梅西 下来了 又下来了 还是下来了 所以西北音乐你看 你看他唱戏这样唱 到了河南就不一样了 河南话讲话呀 很爽 种不种 种 你看他就是一句话 你看 种不种 你看他就是干脆 湖南音乐室 吃辣椒 哎呀好辣 你看 贵州是酸辣 你看 哎呦 我牙齿风 酸辣 新疆人 刚才 这个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 他们的音乐都是 你看 我们下来了 这个阿拉伯 我们下来了